主动洗牌,最怕的是什么?当然是偷提不诚实吧你,不过,在北京人和面前,恒大似乎过于强大了。 即使塔利斯卡不在,即使恒大中的位置人手不足,但恒大还是轻轻松松的赢了6比1。 不仅如此,恒大继续在这场比赛中,完成了洗牌任务,张宁鹏和黄博文下轮停赛。 不过,下轮对手是为导吉死战的贵州横锋,恒大绝对不会像这场比赛这么轻松。 正龙大爆发赛前,恒大在中美位置上出现了袁皇,逢萧婷停赛,没方手术载机包销。 张宁鹏直到周二的时候才开始跟队训练,不过他最终还是出现在了周六比赛的首发阵容中。 这是可以预计到的,毕竟张宁鹏是那种只要全队需要,咬牙都要踢的人。 谁和张宁鹏搭档,在谈到中后位紧缺问题的时候,卡纳瓦罗赛前开玩笑说,我不知道谁会去踢中位,反正我是没有办法上场的。 中位可以说是全队最关键的比赛之一,场下可以开玩笑,场上可不行,毕竟北京人和两名黑右硬的前锋可不是闹着玩的。 最后卡纳瓦罗选择了张成林,这样其他位置不至于发生较大变化。 张成林当年在崇明岛,和张宁鹏是最好的朋友,不过当时他还是前锋,现在一起出现横打后方中位位置上大道,机会实在不多。 除了当场联手吧,卡纳瓦罗还对本赛系机会不多的郑龙没以重任,郑龙自从四月份和北京国安的比赛措施单刀机会以后,就只踢过四场比赛一次首发。 在恒大的竞争是非常残酷的,和北京国安那场比赛是绝对焦点战,郑龙所留下的遗憾难免会被放大,球免舆论所调侃的不特实敢被直接放大。 各种原因下那场比赛过后,郑龙跌出了恒大的主要轮转体系,若是难游出场机会,战灯场时就更会令人感觉不踏实,无法系统打比赛更会直接影响球员的竞技状态,某些连锁反应就此形成并被放大。 如此情况下,郑龙以首发身份出战队人和一战,令人有些不踏实就是较为自然的了,如果这场比赛他没有较好的发挥。 甚至恒大在战技结果上出现闪失,其后果将有些难以想象,令人振奋的是郑龙爆发了出来,将自己的战斗力,持续承受的压力等都是放了出来,可以说这是非常典型的自我救手。 郑龙没开二度,张成林在首发位置上也有出色表现,对于他们俩以及球队的整体表现,卡纳瓦罗说,我们因为有一些球员缺阵,所有首发有一些球员打的比赛并不多。 郑龙和张成林虽然不是经常首发,但他们的训练都完成得不错,其实我对今天的比赛阵容没有很大的担心,再后更担心的是国家队回来的球员,因为他们归来后,留给我们的时间其实不多。 我们只有两天的时间准备这场比赛,而且政治本来就有伤在身,现在重要的是球员已经领悟到每场比赛都是决赛,所以我们收获每一场大胜。 不仅如此,在奠定胜与以后,恒大还可以换上黄博文和张文招,此前因为U23政策的限制,很多当打之年的球员都无法进入名单,现在在U23政策,名存实亡的情况下,恒大把的优势将会发挥更大的作用。 就像一位圈内人所说,上轮恒大洗牌洗得很从容,因为他有这个底气,塔利斯抢停赛又如何,结果证明了,恒大不仅赢了,而且还赢得很轻松,继续洗牌当然,踢得轻松和对手也有关系。 显然,北京人和在基本完成导致任务以后,战斗的欲望非常一般,对此,他们的主帅加西亚说,我们只能接受这样的结果,出现这样局面的原因就是我们在防守上的警惕性实在是不及对手,在创造进球机会上两对相差并不很多,但是在防守上体现出两对的距离。 今天的结果是一个非常好的教训,给队员们上了一课,不要觉得分数差多,可以保机了就放松,一旦不尽全力在比赛中,就可能出现这样的结果。 还有四场比赛要踢,对他们也是敲响了警钟,今天比赛就是这样,我们要把这叶翻过去,下场比赛重新开始,一方实力占优,全力争胜,另一方实力下风还换动。 所以一切都按照恒大的设想来进行,球队早早大比分领先,场面并不紧张,于是自然可以从容的按照自己的目标来进行洗牌计划。 赛前,张林鹏,黄博文,邓涵文和曾,成都深杯三张黄牌,除了门下层城,其他人都有洗牌任务。 第86分钟,人和在恒大禁区内制造混乱,李学鹏写为时皮球击中正龙,人和球员示意正龙手球。 裁判在视频裁判,提醒下回看慢镜头,慢镜头清洗显示皮球,确实击中了正龙手臂。 裁判改变点球,孟凯瞧瞧到点球被层层扑出,点球开出前张林鹏因为及时撤出紧去领到黄牌。 下轮对阵横峰的比赛张林鹏将因为累计四张黄牌停赛,进入捕食阶段,人和连续嫌弃攻势。 捕食第四分钟人和获得脚球机会时,黄博文因拖延时间领到黄牌。 这样黄博文下轮也将因累计四张黄牌停赛,每次起两个人,这次是张林鹏和黄博文。 恒大的目标,当然是希望在倒数第三轮主场和上岗的比赛,恒大能以全员出战。 至于邓海文的三张黄牌,就没有那么迫切了,毕竟可以踢这个位置的人有很多。 现在恒大要做的事情就是自己抢分,然后等待对手犯错。 在后,有记者在后对塔纳瓦罗开玩笑,会不会打个电话,给苏宁主教练奥拉罗游,让苏宁阻止上岗。 对次小帅哥表示,不可以否认我和苏宁主教练关系很好,但不需要我打电话,请求他干什么了。 他作为一支球队的主教练,在比赛中碰到帮手球队,肯定会想尽办法去给对手制造困难。 当然,我现在都不确定明天,会不会看比赛。 不过在这场超级大战前,恒大还需要过一关,那就是客场和贵州横锋的比赛。 为保极死战的贵州横锋,可不比北京人和,对恒大而言,那将是一场苦战。